好 利用這空檔來為他介紹 這張比賽的先發舞人 那台北擁空運報這邊包含的是 高景偉 蔣玉安 克羅馬 劉遠凱 還有威廉斯 特攻的先發舞人分別是 謝亞軒 阿巴西 柯丹 曾文鼎 還有愛德 那桂林怎麼看亞軒今年代翻 他的一個發揮 他今年喔 剛剛講他狀況不好 他馬上投進一個狀況 小安切進來找隊友 曾文鼎拍了一下 蔣玉又拿到 這空中分為了出手 特攻的球權 愛德 從籃空的另外一側把這兩分擺進 蔣公克羅馬的一個外線跳投得分 好球 對 他那時候可能還沒進入狀態 有些球員他不是說 你給他一場兩場 他就馬上進入狀態 他需要可能四五場去觀察 這個檸檬科就要進一顆了 卡羅馬 這是一個有對味道的一個出手 一個top shot 再把球拿回來 蔣公籃底下放進 那柳彥凱他很 這一個球 兩個人雖然位置很接近 但第一板給球給得恰到 馬上講完他就馬上 出手他今年在外線出手一百次 那今天兩邊的事物都偏多 二打一的快攻 好球 給得了阿巴西拖車進來 下圈經過了解卡的screen之後 好球 底線 老鬼厲害 小豬也是跟我同鄉了 那小豬是什麼樣的球員 小豬是什麼樣的 一上場就可以 等於一次下圈 剛才也放槍了 這個球再給到籃底下的是信寬 小安 哎呀 沒把握 今天兩次外線出手 彈道都歪的 這個球再給到彈捷了 好球喔 拖車的上來 你只要稍微慢一點的 他的快攻就出來 是 蔣月安外線 雲爆賽手捷徑的第三顆三分球 彈捷了 也很果斷 靠這個球隊的第一顆外線 今天你請問給他時間 進步的東西就看得出來 我也覺得阿龍今年真的很猛 對啊 那這個體系來說 又是15秒 就不是太穩定 看到魏佳奧很拚 這邊跟朱宇宗搶球 特工拿到了球權 阿巴西雙手關進 阿巴西啊 我以為他 那 今年加油的時間變多了 那 可以就是擁有無限的開伍 對啊 從技術的板凳 第六人 現在都已經能夠打到先發 黃正 警局非常的擁擠 對 再出現一個傳球失誤 前面下圈 輕鬆的跳籃 來美進 後面 機會又來了 下圈 藍的跟妙傳 藍底下在變4分落後 他們必須要 減少他們那個失誤 各位藍底下活動籃板自己撥進 阿巴還是會 還是有一點不同 對 一個是以助攻為主 一個是以進攻為主 小安的話 比較像是這種雙能位 對 或是說看了一個比賽來講 對 我覺得現在的球員創造力比較好 資訊量比較豐富 比較開 打球比較開放一點 雲鴻 雲鴻四伐三中 賀宮十六中十三 那算不錯啦 算不錯 我以為你是十六中三 素有利 因為他 這個就是他的水準 給到阿巴西 對對之後的第一個助攻了 這個臉 這個臉 環球非常的有臨性 對 這個就是要時間的淬煉 對 我看到劉雲凱 底線也投進個 跳得差不多高 對 蔣玉安也是非常有彈性 傑卡 終於投進外線 終於進了 四五三六 阿巴西 跨步歐洲陸進來正面打板 來講應該要減少他們一些不必要的失誤 而且今天高景偉其實 但是也算滿安靜的 你看講得比較安靜 對 特威 第二節才上場 這個球怎麼會被小安拿到 快速的傳導 他聽到 雲霸這邊也醒了 露掉傑卡 不知道是策略性還是說故意放掉 這也滿有趣 因為傑卡本身是具備外線投射能力的常人 驚喜跳了 已經要飛上三樓了 一、二、三、三、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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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到愛德 一臉進來 平準 他說爸爸原來打籃球不會流汗 不用流汗 看到小高又進來了 這段時間拿七分 今天人比較多比較亢奮 狀態沒有拉出來 好,注意中 第二個三分球 你看吧,這個是我同鄉的 這個球後門開進去 講攻拿到兩分 好,漂亮的 那韋翰今天在上半場 他最後 是打了六分四十二秒 謝雅萱 你給球 再給到高景緯 給到威廉斯 外線也投進 雲豹現在有機會領先 給到高景緯 Transition的情況下 投三分 沒把握好 來,等一下籃板吃汗出現 沒卡位 所以這樣比賽對兩位 兩邊教練團來講都很頭痛 哇塞 他現在籃痛很痛啊 他剛剛 那個不到三秒吧 他就把球按進去耶 是 沒有三秒鐘 對,不到三秒 哇塞 這邊也不到三秒 蔣玉安 地下,你按一下Stop鍵 你要不要去喝個水 這邊看到高景緯 有了,有了 小高大 那他 小高跟小安配在一起 他不會有排斥的問題 是 對,兩個滿搭的 高景緯又是連得五分了 那現在黎華 很棒 你幹嘛,你想幹嘛 我覺得講得我算認同 對啊,因為你看又來了 哇,再來一個三分球 那你現在現在 71比56 底線看到可以喔 這顆勉強耶,還投進了 加油 健康時間剩下六秒 給到捷卡 哎唷,保住了 好球 一個三分球來止血 一 重點來講 就是剛才這三分球 只能算是稍微止血 哎呀,這個怎麼會漏掉 因為如果照這樣子 雲爆已經完全 漏掉好幾次了 對,而且高景緯這一節 FILL GO是 但無虛發 哎呀 林偉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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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玉安 又溜進來 連過三個 蔣玉安還造成了犯規 真好 單節的比分喔 而且 31分 在這一節其實還有4分半中 雲爆已經拿了31分 又是蔣玉安 做一個助攻 我也是第一個被定板 再把進攻籃板拿回來 多賺了一個進攻籃板 分的差距 這一節 雲爆有機會得40分 阿巴西先衝個三分球 縮小到19分的分差 妹喔 12分 阿巴西 外線出手了 差14分 靠傳球 看到阿巴西 大轉身 三手正面打板 這樣也被阿巴西認真 雲爆的比賽上半場 特攻在第二節曾經領先11分 那第三節雲爆球整 對 那今天中信也是 球勝率也是很高 才持續把偉翰放在場上 不過剛才就是偉翰那個傳報 現在8成24 往外 最後一個轉移 偉翰 單手的一個拋頭 空心命中 這也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一場籃球賽 就是大巨蛋落成之後 第一 繫尾翰 外線的一個出手 哎呀 這樣的話追到 她說 貴靈哥請問一下健身房凌晨4點 同學連續假期幫我開一下 這邊 他們場上有兩個小跑車 對兩個小跑車 一個中聲帶 一個新聲帶 現在演技作變成在特攻這邊了 給到藍底下 一件藏性心臟地帶是艾德 對 克羅馬 再給到蔣玉蘭外圍出手 哎呀 太急了喔 你看趕快空檔 這樣的話艾德滑倒了 兩邊都是亂來亂去 4分20秒 蔣玉蘭這個空檔 再一個 特空現在就是要要求正面戰的 就是成功率了 頂哥 這邊看到克羅馬 這個真的沒辦法了 三個人 他應該會打滿 再給艾德 翻身那個Push shot 這是他的招牌武器 最後兩分半的時間 頂哥 相同打法 怎麼會是小豬手到頂哥咧 這個 看到維倫斯這一次沒有放掉 回到十分差 只剩下87秒 阿巴西用最快的速度來換兩分回來 但還是差八分 對 好 現在蔣公過半場把時間拖完 中間放掉了嘛 對 恭喜台平運報 他們這場比賽呢 最後是104比94 拿到了本季第十三勝 也讓他們確定 也有季後賽的一個資格了 蔣玉蘭這場比賽 臼ates 大功場 大功場 李頑 entendu 馬拿到了18分 大功夫 小高拿到了17分 大功朝